健載反台驚爆 沒球隊就退休 有球隊就打 沒有球隊可能就直接這樣退休 下面一大早就來這麼正看的話題 王建民今天清晨回到台灣 屁股都還沒坐熱 就直接談到明年球季可能退休的重大話題 當然想要讓自己再有一次機會 跟在南邊拚的機會 其實也沒有什麼期待 就是有球隊就打 沒有球隊可能就直接這樣退休 天啊 健在在皇家整季投出6勝0敗字的分4.22的成績 好不容易回到大聯盟表現也算穩定 怎麼突然就說要退休咧 趕緊先讓老王喝杯茶冷靜冷靜 BUT 一向以冷靜出命的王建民 球季末因為受傷被放入上邊名單 之後就被皇家移出40人名單遭到釋出 但健仔其實只要在努力 平常大聯盟待滿一年 就能累積10年大聯盟年資 到了62歲期 每個月都能領到19.5萬美元的奢華退休金 當然還是得替荷包好好努力一下 雖然目前經濟公司仍在努力替他尋找星球隊 不過還沒開始考慮亞洲職棒 聽起來就是打算在美國拼到最後 宇宙星集體幫現在拼下去 報導